習近平11月7號主持中央深改委會議 再次強調要始終堅持過緊日子的思想 倒絕車尾浪費 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 中共就開始強調要過緊日子 官媒《經濟日報》更在兩會期間發文 指中國財政會長時間處於緊平衡的狀態 過緊日子必須常態化 疫情的三年以來 我們已經明顯地感覺到在急速地下滑 很多行業現在企業紛紛倒閉得太明顯了 就是這個經濟越來越不行 大街上的門店很容易看出來 紛紛地寫出轉讓出租這類的 今年以來中國公務員減薪的消息似起比落 分析認為 這就說明了中國經濟已經非常差 財政出了很大的漏洞 中共財政部的數據顯示 1至9月累計 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6.6萬億元 支出19.7萬億元 缺口達3.1萬億元 而另一項的數據顯示 截至2023年的9月尾 全國地方債余額高達38.8萬億元 有專家指 中國的經濟正受到一系列負面的因素所影響 下滑趨勢已經很難逆轉 還有地方債務的一個困境 總體來說現在的情況是非常不妙 非常負面的 中國沒有說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一些改革 改變的方案的話 這種情況還是非常危險 跟非常要擔憂的比較難逆轉 不可能逆轉 因為大的方向來說 依靠賣地經濟 房地產經濟這塊本身就是引真止渴 就不可隨序 再加上大的外部環境 與各個國家政治上 鬧掰了 外資撤走 房地產又崩盤 銀行紛紛的爆雷 政策越來越極端 老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 整個的這種形式結合起來 不但它經濟不可能恢復 它連政治上都會急速地出現 真正的潛在的顛覆性危機